今天一覺睡醒,現在是放假第四天 其實都頗棒的,連放四天假都很棒 好過兩天,兩天你的工作是做不完的 我自己設的任務就差不多是尾聲 有些不是很次要的任務 執喉丸,再多買一些東西在冰箱裡 都會去一次超市 花了五百多元 但隨時會吃到兩個星期 有時會買多一點,有時會買少一點 當然,如果不用做的時候,就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就不會有五十多磅 三十多磅,四十多磅 現在要預算多一點食糧 就是光量,因為真的不夠力 真的會走到… 最少要我不是搬,不是台,但要走 會走到沒有力 應該要留意 下星期又會有一個挑戰 其實還有一個挑戰的就是天氣 如果天氣差的時候,我要怎樣上班呢 上班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這個我都要去做準備 因為曼城不會經常這麼好 有些路我是要走的 不好天又怎樣呢 時間又要因,又要走 所以這份工作是很具挑戰性的 不過都是做頂盡 現在每個星期去量度 先做完這個星期 先出了第一份量,再去決定 然後可能第三個星期 第四個星期 每個星期做一個檢討 隨時都不想做 因為我的心態已經走下來了 坦白說,你如果讓我選擇 放假還是上班,一定是放假 是嗎? 上班只不過是有一種感覺 哇,整年了 究竟英國是否可以找到工作呢 我證明到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不過前提有幾個條件 第一,你油駕車容易找很多 很多廠工是可以接來做的 那好工輪到你,我真的不知道 未做過好工 那些好工都未做過 未來都可以試試 試試找一些類似的工作 不過先過了這一關 即是今年這一關 所以你說今年都算精彩 在大公司做 然後最後製造一個Halloween財 聖誕財不知道是否能夠發出 但Halloween已經到了 應該是成功拿到一筆錢 可以過一年,有夠錢就是這樣 繼續在計劃退休 但也沒什麼時間去處理退休計劃 然後考試那裡又是荒廢了 沒有去處理 其實基本上你上班 很多事情都處理不到 那些夢想 想的事情 全部都做不到 所以我真的太享受那兩個月了 那兩個月沒有工作 但真的太棒了 夢一般的生活 本來那兩個月是我最想過的生活 喜歡拍什麼就拍什麼 想到什麼就拍什麼 是半學習的期間 因為中間我又要看一些英文 讀一下經 不斷在這裡學習 就是在這裡學習 經常的過程都挺舒服 上次去了派對 看看有沒有合適 算是我移民英國去speed dating 最好成績的一次 竟然有四個合適 但是Mash未必能拿到電話 這麼有趣 都沒有什麼所謂 不過代表我那晚的表現 其實真的不差 真的不差 那些能量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 一陣子一陣子 不管了 其實我自己的身體 都出現了少少毛病 我自己在想 在某個階段 我真的一定要走 一定要退 接下來 下個星期 第一個星期 當然不倒數 他大概訓練第二天 第三天 就讓你自己沒有 讓你自己去做 那些訓練員 就不照顧你 你自己放飛自我去做 那些訓練員 今個星期會出現了 你既然放飛自我 那些訓練員 就開始出現了 那 不知道 我買了一堆新鞋 就是 理論上 就會 我也不管他有沒有答標 因為 也就是 吃之無味 氣之可惜 那些 你做的 有錢 是嗎 做的有錢 但是 辛苦的 不可以說 不辛苦 因為他沒有什麼人事上的 這是他的好處 因為全程都自敗 你都不需要 有些人 知之諸諸 叫你做A 做B 做C 沒有人怎樣做事 接到這個項目 你就很獨立地去完成 然後 計算時間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你的項目完成 有多少時間 全程整個項目 做的期間 你是不需要接觸人 不斷做些課 推些粗裂 工作是最多的 所以整個 工作的模式 是很簡單的 很簡約的 因為那些現代化的工廠 已經是簡約到 只有幾個步驟 但是做的過程 因為太長了 48個小時 會產生一種 真的孤獨孤僻的感覺 在家裡反而不會 因為在家裡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 那些東西 你全部是投資到自己的 但是工廠 就是一個問題 投資到別人的工廠 值不值呢 就是見仁見智 但是有夠錢給你 他一定會有勞工法 保障你 他會給你一些錢 但是你的過程 你會覺得很Loss 要承認 我兩次都是有Loss 在做倉的過程 希望可以 今個星期好少少 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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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些可以 即使是 即使是 你可以跟其他人 去聊天 你都會Loss 因為你很長時間 在扎貨 你說扎8個小時 那我現在開始覺得 我捱到了 七八個小時 但12個小時 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 7-8個小時,當你真正做事是7個小時 現在多了幾個小時,多了幾十個任務 我當你有8個小時,你做8個任務 現在12個小時,你就做12個任務 不斷長 所以我都要想一些辦法,怎樣可以令自己感覺上快一點點過 初步想好了的就是每天,其實 巡倉11次左右 他有一個小時休息,11次 我巡夠了,應該就收工了 即是用11這個數字,10或11 10吧,其實不用10吧,10次左右 巡十次 當自己是匡奸,巡十次 當然會不斷繞路 巡十次 數一下吧,一次,兩次,三次,我收工 不知道會不會快一點點過 不然的話,就好像很漫長 然後,飲食方面,要好好控制 水也是,因為他們其實很乾 他們很多的紙皮 倉是很乾的,其實很乾燥 中間要喝多點水 但喝多點水,你又要去廁所,很麻煩 那些機器也很麻煩 又不是那麼容易讓你去到 可以隨時去的,但很煩 那 所以很難控制 很多東西都很難控制 在廠那裡 這麼長時間 它短一點也好 短一點,你能夠控制到的因素 容易一點 只是水的因素也很奇怪 對,你喝多點水 你喝多點水,你會去廁所 去廁所會減慢你的工作速度 減慢你的工作速度 一它有足熟 而且你去廁所一轉 其實都要走很多路 又浪費了體力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問題隱身的 所以做倉 不是你家裡走兩步 到廁所 家裡我都要上二樓 他們都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可能你從倉尾走到倉頭 哇,那你又是浪費力 所以 通常是休息時間去完 不是的話 你中間的話 不是很困難的 這些全部都要計算 所以這份工作很具挑戰性 不要說 嘩,很簡單 但那些事情都要考慮 其實這些事情都要考慮 這些事情都要考慮 不容易 但感覺上 除了虛脫這個現象 出現 身體出現有些虛脫 永遠都是 我記得第四天的尾段 有些虛脫 透支了幾天之後 這樣 加上就是越走越痛 因為 不斷好像 揹著石頭 腳療 好像 那些奸犯 揹著腳療 在那裡拖著上班 拖著這樣走 是很辛苦 走得很慢很慢 看看這個星期會不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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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鞋 看看能不能幫到我 幫我減輕一成至兩成 我就會借天借地 鬆綁一點 起碼雙腳舒服一點 走路我不怕的 因為自己Walker 經常拍幾公里的東西 試過直播 在5公里都試過了 取落萬成 所以應該都不會難到我的 基本上 但是 你要怎樣去 去管理 去管理 體力 我又沒有試過 十二十二 第一個星期過了 理論上 第二個星期應該會更容易 但是他也會增加難度 會出數 他也會出數 只要兩個星期走 如果他覺得 你不行了 兩個星期走 所以有時候會很奇怪 人到中年 最好當然會有自己的事業 坐回事業 如果像我沒有 直接退休會好些 因為如果 你會發現市場 其實競爭很大 如果你去到四十 你又不是坐在高位 那裏 被人點點點 這樣 你看到的 那些便好做 坐在這裏 按一下電腦 尋仓也不需要 那裏 那裏 只要怎樣做 那裏 坐三一二個小時 收光 這些好做 這些 仓也有些好做的位 那裏 如果做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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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這個年 到我們這些 四十年多 那裏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 不斷在體驗 一些 年輕人的人生 為了賺夠錢 所以 都覺得 是時候要出發 出發做什麼呢 就做生意 當然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生意 怎樣做 但我覺得 是時候 是時候出發 我這個年紀 每個年紀 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當然 有些人很早已經是創業 越早創業越好 但到我這個年紀 還做的話 實際上 你的身體不適應 你的身體不適應 你會浪費自己人生經驗 你做的過程 你不斷在浪費 你人生越歷 我們人到中年 有一件事是豐富 經歷豐富 會知道 什麼是有商機 或者什麼是不合理的 會比年輕人 知道多了 為何不用這份經驗去創業 其實是一種浪費 怎麼做的 我完全不知道 那就慢慢去學 做不成都沒有所謂 反正他退休 已經是 想好 Plan A Plan B 總好過 做事 Plan C Plan C 真的很辛苦 真的辛苦 所以 看看怎樣 我都 不斷在思考 這個問題 所以 不要以為 找到工作 就很開心 不是 在英國絕對不是 那一回事 你會很困難 很困難 想做不做 我自己計算過 因為 回到12個小時 其實有機會 是 我錯過了5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即是你回來 搞熱 搞老 然後又要預早起床 我不是睡足的 譬如我還有12個小時 12個小時 那我還要煮野食回來 洗澡 然後又要預早起床 那我隨時過到前後6個小時 我只有6個小時睡覺 那我浪費 即是我有時可能要睡多一點 可能睡 我當 10個小時 我異於常人 我要睡10個小時 那我錯過了4個小時 4、4、16 我要保眠16個小時 我放假之後 我要保眠16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在睡覺為止 睡夠才起床 所以整份工作是不值得 即是你刺消鼻掌 對吧 那 即是沒什麼特別 即是 你賺好夠錢 也是辛苦 對不對 這樣 不過挺特別的 即是 即是 有件事 真的覺得 到第三天 你會覺得 開始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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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能量 第四天 就準備第五天 即是下星期的任務 那就是 應該今天 就做些輕鬆的事情 不做 早點睡覺 睡夠 明天就上班 因為 明天之後 就沒有教好睡了 應該有教好睡的 但是不教好睡覺 會出現這個問題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會